你好,我是你的英文课老师Jason 本课时主要了解Curl命令的使用及常见案例 在学习本课时内容之前 你需要先了解HTTP的请求过程 及Linux的操作系统基础知识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Curl Curl是一个Linux命令行工具 它模拟客户端请求 并遵循HTTP或HTPS协议 我们在之前介绍的课程里 了解了Chrome浏览器下的开发的工具 那它就是一个类似的工具 只不过非IDE工具是一个命令行工具 其实在很多场景中 我们是需要用到命令行工具的 比如你在有一套脚本 你需要调用HTTP API接口 或者想监控自己网站上的服务状态 那就需要用这个命令 做HTTP或HTPS的请求和调用 并获取结果 另外当你需要使用一个工具 能快速地分析出一个网站的故障或问题 而非必要用到浏览器的方式 这个时候你需要用到一个命令 这种方式来方便使用 所以运为工程师了解 Chrome命令使用是十分必要的 本课时的内容主要围绕 Chrome命令展开 并分享一些场景案例 及使用经验 那Chrome的使用需求 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网站服务的分析 工程师会希望了解 查看网站的返回状态如何 希望了解整个HTTP的通信过程 或者想知道一些特定的场景 如IPv6的服务站点环境下 那如何去模拟检测等等 第二个类型就是围绕功能用途的使用 这里我们会了解 Chrome如何上传文件 下载文件 如何做断点续传 如何发起多种HTTP的请求 如何使用Chrome的带领模式来进行访问 我们先从网站服务分析开始讲起 聊到网站服务分析 经常有同学会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说自己的网站无法打开 怎么排一场 自己安装了一个服务 打开浏览器请求不到 怎么去分析 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你可能对整个网站服务的 故障排下思路还不是非常清晰 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 当部署变更完一个站点后 首先应该分析服务端的状态 那我们就先从进程开始 我们才看进程是不是启动 进程是不是在服务端存在的 进程存在的情况下去判断 进程的状态是不是正常 是running的状态呢 还是进入了死索的这种状态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它对CPU等资源的利用率 去分析这个进程是否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 还可以通过它的日志去分析它的错误信息 在分析完进程状态都是正常的后 接下来就需要去了解 为什么从客户端 访问服务端会有问题 首先我们就要从底层的网络开始排查 你的网络状态是否可以拼通 第二点呢 建立TCP的连接是否正常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 Telnet或者是TCP Dump等工具 去进行抓包或者进行分析 建立网络状态正常后 再往上层 也就是应用层寻找问题 如果网站为HTTP HTTPS的外部服务 那我们就需要模拟HTTP请求到服务端 去判断服务端返回的投信息 及Body信息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相关的工具 去进行分析了 Curl命令呢 就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说到了检查网站HTTP HTTPS的服务状态 那Curl命令对于这块的分析 主要要去排查哪些方面呢 最通常的场景 是需要看服务端的返回状态 那我们可以在head头信息里面 包含一个HTTP状态信息 如果数值为200 表示正常响应 如果非正常响应 会看到其他的数值 如500 404 403 等等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状态码 去直接定位一个可能引起问题的方向 如403 可能是访问受限 404呢 可能是服务端没有找到文件 500 可能是程序端出了问题等等 还有的时候我们选择分析返回Body的内容 是不是符合预期 这个都是可以通过Curl命令来实现的 接下来一起看一下Curl的使用方式 首先Curl命令加一个Options 表示配置Curl发起请求的具体参数 那我们可以根据Curl的参数内容具体配置 最后呢 则加需要请求的URL 这里我加了一个-i的选项 代表终端只看服务端返回的投信息 如果没有加i 则默认只看到返回的Body内容 如果加一个-ooutput.tst 那它表示把终端返回的内容呢 直接输入到一个output.tst的文件里边 那我们接下来展示一下具体怎么做到的 首先呢我用Curl命令 请求一下 百度.com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它返回的都是Body里面的html代码 如果我们只想要它返回 看它的response的head信息怎么办呢 我们加一个-i的选项 大i的选项 这个时候就会看到 服务端返回的相关投信息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需要用到的 就是它的一个 这里面有很多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 response的head信息 比如说http的协议类型是1.1 它的状态满了是200 表示我服务端返回正常 另外一块的 我的服务端返回的数据的长度 然后类型 以及我们在讲缓存的时候 有讲到过的一些缓存的投信息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投信息去分析 我服务端的一个返回状态 这个是直接通过-i的一个请求方式 然后呢 我们后面加一个-o output 这样就直接重定向到我的文件里面去了 把内容直接重新重定向到我的一个文件里面去了 那么以上呢 算是一种普通的使用模式 想必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特殊的场景 假设我现在请求的是我的博客这个地址 直接来挑URL的话 会发现没有body数据返回 这个时候你就会想 那是不是我的服务端就不正常呢 显然不能这么去分析 因为body数据没返回 有很多种可能性 有可能是服务端返回了一些状态嘛 就比如说类似于301 302的这种 重定向 我们是不会有body数据返回的 只会返回投信息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看投信息的方式去判断以外呢 如果我要更加全面的话 就是想我了解整个的通信过程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可以加一个-v的参数 同学们就可以看到 请求服务端是不是已经发送出去了 首先可以判断出我的发送是不是正常 我发送的内容是什么 发送的地址又是不是对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看到服务端返回情况 加-v的参数它的作用就是把整个通信过程都可以打印出来 这里就是加入-v以后能看到整个请求的过程 包含请求的投信息是什么 然后服务端返回的投信息是什么 服务端如果有返回body信息的话 那么同样会把body信息打印出来 在投信息里面我们可能需要重点去关注服务端的状态码 通常大家可以根据如下规则来分析 返回状态码在100到199之间 代表服务端是正常给到了一个信息响应 但没有完全建立起一次完整的HDP请求响应 200到299则表示成功响应 这个时候如果看到这个状态码 那我们可以认为服务端处理这次请求是正常的 300到399表示重定项 比如说301 302这些常见的重定项状态码就在这个区间 如果是400以上 说明客户端请求的方式得不到正常的响应 那我们就需要具体去分析它的状态码 常见的有403 404 499 400等这些常见的错误码 如果你不了解 可以把错误状态码在百度或者Google里面去搜索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500以上一般表示服务端或者程序逻辑响应出现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控制台进一步的做演示 我们通过杠V的时候看到服务端返回的状态码为301 代表返回了一个重定项的状态码 并且会给到一个location的HID头信息 我们知道301的状态码的意思是 直接会把我的请求重定项到另外一个地址 就是location的地址里面去 就是说我请求的地址实际上它会重定项 然后去请求这个地址 是不是我就需要去再请求地址去看它的报底信息呢 我有没有可能直接通过还是请求这个地址就能直接一步到位的返回我请求重定项以后的这个内容 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加入另外一个参数 也就是杠大写的L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加一个大写的杠L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一个通信过程就会变化了 这里面就有很多包底的信息打印出来 我们直接回到最上面去看一下报底之上的一些通信过程 首先我请求这个地址的时候 然后服务端返回一个重定项 我会再去默认加了大L以后 它会再去请求这个地址 然后服务端返回的这个状态嘛 也就是说我加了大L以后 它会默认去支持301这种重定项的请求 去发请求 去请求我重定项后的地址 最终呢拿到我的报底数据和服务端整个的项印码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在控制台深入的讲解 Card另外一个类型就是添加投信息 这个类怎么来做了 首先呢 同学们看到我这里请求的是我的博客的一个地址 一个下载链接 好这个链接如果直接去不加-i的方式的话 就是获取包底返回数据了 这个就比较大了 因为它是下载包 我加一个大写的-i 只看返回的head投信息 这个时候我会看到服务端返回的一个状态 是404 表示这个包是没有找到的 这里为什么会返回一个404呢 是我在ngix里面直接设置了一个返回404的安全限制 因为我要控制它要携带refo信息过来 然后我才能够进行给它正常的下载 refo呢是htb请求投里面一个常见的投 它表示请求这个地址来源于哪一个地址 好那接下来我先添加一个refo投进去 加入一个-1的选项 加入一个链接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refo投信息是这样的 加1就是加了一个refo的信息 refo后面加的这个url表示 我请求的下载包的链接url是从这个页面去请求这个地址的 我就把在我服务端的refo的控制就起不到作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返回的就是200ok的状态码了 推出控制台演示 更多的科尔命令使用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访问htps站点 htps站点是分为公共证书和自定义类数的证书的类型 如果是公共证书就不需要在本地去添加私有密钥了 如果你是创建了一个自定证书 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密钥放到客户端 我们可以通过客户加1的方式去请求自定义证书的htps站点 另外一些使用 刚刚演示中我加入了refo 那么你还可以加入htp协议的其他投信息 htp请求投里面的信息 是可以被用户自定义改写的 这里请求某一个网站的时候 我加入了一个刚刚userrefo 它表示我请求的浏览器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浏览器 我们看到前面讲解的投信息 都是htp标准投的投信息 我们可不可以添加一些自定义的请求投信息呢 如果可以又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刚刚head来添加自定义投信息 这里演示了添加一个content type applicationsjson的请求类型的一个投信息 另外一部分就是模拟检测ipv6的服务站点 我们知道ipv6用来解决ipv4IP地址不足的问题 当前看来很多大型的站点已经强制要求ipv6 并支持ipv6的协议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基站或者自己家的ip地址 都可以分配到ipv6的地址 如果你本地有ipv6地址 而且服务端支持ipv6服务 那么很有可能你的DNS解析就会优先解析了ipv6的地址 那这样就满足条件去检测ipv6的服务站点 那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做 如代码所示 你会看到具体的 这里给你具体的解释一下 curl后面加一个-6 表示是发起ipv6地址的请求 -v表示显示通信过程 -o它表示请求返回的body数据会放到本地的一个空设备 也就是说body数据不做展示 只展示头部信息 相当于-i的作用 那--receive表示做域名和IP的解析 我们把static.me团.net这个域名 请求地址手动解析到一个ipv6的地址 然后后面就是请求URL了 这个就是整个ipv6的模拟检测方式 继续演示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返回状态请求过程 好了 以上就是curl对网站排查部分的内容 接下来我就带你了解一下 除了使用curl进行网站分析排查场景外 额外的一些功能性使用方式 首先第一个方式就是代理模式 我们看到curl命令可以支持借用代理的方式来请求 假设我这里的代理ip是200.200.200 那么只要加入一个-x参数 也就是通过200.200.200这台机器去请求服务站点 这个就是通过代理去访问的一种方式 另外就是文件的上传和下载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格式去做文件的上传 也可以通过ftp协议的方式去直接下载文件 如果加入一个-c 就会开启断点续传 关于断点续传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客户端跟服务端做下载的时候 会获取到下载包的索引 当出现网络抖动或者波动的时候 再去重新下载的话 就可以直接基于这个索引 继续去下载 所以如果为了稳定的下载一个文件 就可以使用断点续传的方式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介绍curl命令的 HDP请求方法 在前面我们介绍的curl使用时 都是get方法去获取服务端的内容 除了get方法以外 我们还有HDP的其他请求方法 包括post,add,option等相关方法 但如果我们想指定请求方法 那就需要通过-x 选项中加入具体的请求方式来做 比如加入-xpost 则表示向服务端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那这里的rg1是参数名称 后面的是具体的参数值 然后是第二个参数 rg2即参数值 这样的话就是以post的方式去传递数据 那另外一个就是put方法 同样可以通过-xput的方式去传递 -d是我们要传递的数值 如果使用delete方式 那就是向服务端请求 并删除这个UR标识资源 以上就是UR命令的多种实现方式 下一个课时 我将讲解系统性能验收相关的内容 大家记得来听课 谢谢大家